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零七零零一天早安 我是黃賢瑜 今天是8月11號禮拜天 先問一開始來關心一下天氣概況 瑞瑄早 賢瑜早 各位觀眾大家早 好 因為昨天北部地區天氣不錯 而且還算涼爽而且有風 那請問今天跟昨天比起來天氣怎麼樣呢 麻煩你囉 好的 今天各地的雲量是稍稍增多一些 不過整體來說 今天白天都還是非常晴朗的好天氣 要到了下午午後雷震雨過後 天氣才會變得比較涼爽一些 那我們緊接著就來關心到目前呢 這個尤特颱風的動態了 這個尤特颱風在今天早上5點的時候 是在距離台灣的1100公里的海面上面 那現在是以每小時20公里的速度 再朝著西北溪的方向來移動 那它目前的位置呢 都還是沿著太平洋高架的邊緣在移動的 預計最快在星期一星期二的時候呢 它的外國環流就會影響到花蓮 台東還有在南部地區了 所以到時候呢 這些地區都是要注意會有短暫陣雨的情形 而今天的天氣呢 整體來說白天都還是高溫炎熱的天氣 像是呢在整個西班部地區 白天都是可以見得到陽光的 但是呢 午後熱隊流發展起來 都要注意會有午後雷震雨 而今天在花蓮 台東還有橫沉半島地區的話 主要就是受到了東南風的吹拂 所以今天一整天都是會有零星的短暫陣雨出現 所以如果今天要出門呢 還是帶把傘子包包 白天我們拿來遮陽 下午我們就拿來擋雨了 而今天呢各地啊白天都是非常的高溫 而且炎熱的 所以紫外線指數當然是非常的高 像是在北部宜蘭及中張投地區 都會達到過量等級 不過呢在竹苗 雲渣南 高屏還有花東地區 都會來到危險等級 所以如果今天要出門 還是要記得做好防曬的工作 那在溫度的變化上面呢 今天的溫度啊 已經不會再像前幾天出現極端的高溫 不過在北部地區高溫還是會達到36度以上的 那中部和東部地區高溫也會來到34度 南部地區33度 所以如果今天要出門的話 還是要多多的補充水分 接著來關心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關心到北北基地區 今天的降雨機率是10% 溫度是27到36度 再來看到陶竹苗地區 降雨機率是30% 溫度是25到34度 接著關心中部地區 降雨機率是10%到30% 溫度是25到34度 再來關心到雲林嘉義台南 降雨機率是30% 溫度是25到34度 接著往南走到南部地區 今天的降雨機率是0到50% 溫度是26到33度 接著關心東半部地區 降雨機率是10%到30% 溫度是26到34度 最後關心外島的金門馬祖 降雨機率是0 溫度是26到33度 接著來關心到旅遊天氣 接著來關心到農民力了 今天呢是農曆的7月5號 而要特別注意的朋友是屬兔51歲的朋友 那今天適合的事情呢 就像是祭祀還有打掃房子 而不適合的事情就像是祭祀還有打掃房子 那這樣資訊就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 我們把時間交還個鮮魚